他說現場的嘉賓都記得他叫連長 那現場的新娘呢我們都叫他 對不對 小螃蟹 小螃蟹 對我剛剛聽到聲音的 所以呢就是我們的連長跟我們的小螃蟹 那等一下呢你就用這個稱呼來稱呼他們 那小螃蟹一直跟我說 大家剛剛有沒有看到我們的迎賓影片裡面 有我們的連長求婚的那一段 有沒有看到 有對不對 他是說光影片不夠看 他覺得一定要公眾承諾 這樣子呢他才會想起 所以呢 我徵求一下現場 因為我知道現場有夥伴有參與到那一段 但是我知道絕大部分的夥伴都沒有參與到 那想想看 想 想想看 想 好 連長 就是從現最後那一段 要求婚 所以呢求婚的第一個動作就是要 要公眾承諾喔 要公眾承諾喔 我們現在連長要公眾承諾喔 而且全部人都在看喔 全部人都在看你喔 全部人都在看你喔 前面的人都在看你喔 前面的人都等過了 金玥 嫁給我吧 等一下 等一下 剛剛的那個我們的小螃蟹有腮紅包 他說要答應之前呢有愛妻宣言 如果他可以把這愛妻宣言唸完的話 他才會答應他 所以 等一下我們主持人唸一遍 麻煩我們的連長就更一遍 來 我唸一遍 請你跟著附送一遍 而且 如果你剛剛當現場有沒有感覺不到你的心意的話 你可能會唸一百遍 一千遍 一萬遍 OK 好 第一個 老婆化妝時要快樂等候 忠心讚美 忠心讚美 不得有不耐等候之行為 不得有不耐等候之行為 老婆雪冰的時候要勇於付款 老婆雪冰的時候要勇於付款 多所鼓勵 多所鼓勵 不得有不情不怨的行為 不得有不情不怨之行為 老婆給錢的時候要含淚感激 老婆給錢的時候要含淚感激 省吃減用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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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得有奢侈浪費的行為 不得有奢侈浪費之行為 要好演呈我一下喔 我認為 總之